你怎麼回應 或者是總結 第一件事就是剛剛不同的東西都提到 其實我們現在似乎都意識到 行動新居的必要 似乎都意識到集會遊行 是不能夠改變香港的現況 但我們必須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可以為民主 或者為一些我們相信的價值 自由 民主平等 可以去到多盡呢 台灣 剛剛張老師都提過 其實是得來不已 詩名都是坐了幾十年牢 我們要問一下自己 我們願不願意成為香港的私民 我們願不願意成為 可能為了我們相信的價值 為了民主 為了自由 而去放棄我們自己的自身 現在擁有自由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也是必須要私下的問題 繼而就是 當我們可能有個決心 或者有個決心 或者有個決定 要行動新居 要公民抗命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鼓動到身邊的同學 或者身邊的市民 身邊的朋友 去加入我們的團隊 當然要參與 這個也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台灣這個反復貿 這個反復之所以成功 就是因為他的行動 並不是由幾個人參與 他的運動並不是林非凡運動 並不是陳偉庭的運動 而是全國台灣的運動 而是全國台灣公民社會的運動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私下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剛剛留下了 就是回應一下對於本土派的問題 就是可能有朋友認為 可能是妥結 或者是海港成路示威 是一個有限的方法 有幾個事情我們必須要考慮 第一件事就是 這個手段與目的的問題 我們沒錯目的是非常正常 沒錯我們的目的是要取回香港自主權 沒錯我們的目的是要打破 內地或者權貴的經濟露斷 但是我們的手段是否 就是因為目的而正當 而手段都因之而正當呢 我們必須要想一下 我們去示威那些人 抗議那些人 本身有沒有做錯呢 他們來香港購物 他們來香港賣東西 他們來香港賣禮粉 他們本身這個行動有沒有做錯呢 我估計我們本身自己都有旅行的經驗 我估計我們自己本身都有去外地 或者去外地購物的經驗 我們去外地旅行的時候 如果我們去別人的一些名店買東西 我們被人不確認的話 那錯的是我們呢 還是錯的是一些政策的問題 是一些資本家的一些農斷的問題呢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就是一個手段與目的的問題 而同時我們做這個行動的同時 我們也要思考我們的行動的本質是怎樣 因為我們對於一些公共事件的參與 對於一些政治事件的參與 很多時候是基於我們一些道德的判斷 比如說是 就是對於梁振興政府的批評 我們覺得它是不公義的 對於梁振和鼻爭我們覺得它是不對的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道德的判斷 這些全部就是因為我們有一些道德的價值 或者一些的良知 所以我們作出了判斷 而我們做的行為 會不會違反我們道德的判斷 或者違反道德的原則呢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要想的 而第三個問題我們必須要思考或者必須要反思的就是 就是這個目的或者效果的問題 究竟我們在做的行動 在做的事情 是真正在撼動的政權 真正在破壞的秩序 真正令到資本家 令到地產商 令到權貴日來受損 還是很片面地 將一些憤怒發洩在一些無權者身上 既然是否則社會目光僅僅之以此 究竟資本家 或者我們覺得一些問題是深 究竟一些地產商 在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真的會作出一些秩序破壞 有沒有真的行動到他們本身的利益 這個是我們做行動 或者是做一些抗爭目的之前 必須要有幾個問題 而未來呢 我們香港 即我估計香港 都會受著這些爭議的困擾 我們是不能夠回避這些問題 除了話短說 因為都overrun了一段 哇 答死了 我想剛才也說了很多 大家如何可以在未來的運動上去參與 我想要說的都說了 我只是一個比較實際 很practical的呼籲 就是我希望呼籲大家去D-day free 下星期二 但是我相信 包括我做了 我都覺得去D-day free 其實不是真的很有作用 或者其實去D都真的D得挺悶的 因為其實我每個星期 學民思潮開會就真的D了 就D5-6個小時 我已經平時經常D了 但是很坦白說 當日背頭三個方案 我們有 即是如果直接點說 不怕的話 你留意一下現在明報的編載取代 它完全同意這個公民推薦 如果在這個D-day free投票的結果的時候 這個公民推薦方案 居然是比這個學界方案更厲害的時候 其實對於我們繼續去堅持原則 去爭取公民提名 其實會處於劣勢 所以即使戴躍庭那些 不知道拖到十萬九千年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下去行動 我怕 但是真的希望呼籲大家去D-day free 去那裡投學界方案一票 如果不是的話 公民提名那條戰線就會守得越來越不穩 到時我們香港人的公民推薦 或者是不可以每天牽手還勢 這樣一個很直接的呼籲 希望D-day free可以見到大家 再簡單一點 第一件事 我想剛才忘記了哪個題 我們都要不要爛於思考 我想每一個人都是 反過來 如果香港很多人都爛於思考的話 其實所有的社會行動都不會持久 事實上 我剛才已經重複又重複了 台灣我們見到所有成功的群眾運動 其實背後它有很紮實的公民社會基礎 很紮實的人民的參與 或者人民的思考 於是 另外一件事 可能我也會想的 就是 如果有些想得多一點的朋友 會不會都 都回頭 有沒有一些方法去讓 暫時未開展思考 或者思考都很簡單的人 容易些去明白很多的問題 我經常想 那些懶人包 其實我們可能都是由這裡開始 去認識一個好像很複雜的服務 我們香港這些懶人包好像沒有夠 是否可以更多一點 年輕人 我自己也真的不會搞 但是 年輕人 其實可不可以 從他們 可能他們會比較容易互相溝通 而最後 我想也回到我們自己的生活當中 我們有沒有具體的實踐 去愛我們身處的環境與社會 我會看到現在多了 本土行動 其實不單止是排斥性 其實我們看到更加多是聚合性 我會看馬寶寶也好 反高鐵 甚至現在很多的侮辱 其實我們是怎樣去建立我們自己對香港那份的疫情 就是身體力行動 還有你一樣就是 敢於在我們身處的環境裡面去參與 甚至去發聲 其實七一相對是容易走出來的 你在你自己的學校裡面 在你自己的辦公室環境裡面 你有沒有一些事情敢於去發聲呢 或者甚至敢於去組織呢 就是自己做教協的 很多合約老師想出來講自己的問題 都要戴上口罩的話 不要做 那我猜是自己 甚至在自己的環境裡面去身體力行動 多謝幾位嘉賓的最後總結 我想一個很簡短的一個回應 我想今天大家談了那麼多 大家都會發覺我們會談台灣會談香港 其實我想大家也有些朋友 都很讚賞今天的主題 就是青年奪回未來 我想其實我們今天談完之後 發覺其實可能不只是青年 是我們人民要奪回我們香港的未來 也都要去思考 我想剛剛都有提醒 在完結之前就給我多三分鐘 有些政府的活動要宣傳 很快 那大家其實